吉安乡甘城樱花公园205棵樱花陆续绽放 乡长游淑珍欢迎大家把握最后的赏花旗 全家大小一起来甘城樱花公园 在绿色草地上看火车赏樱花 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 也能够赶快抓住春天的尾巴 城市太极多位老师们在樱花树下五太极 意境非常优美 这是在吉安乡的甘城樱花公园 205棵樱花陆续绽放 非常适合全家大小来共游 甘城樱花公园205棵樱花树 剩下最后一周的观赏期哦 所以各位乡亲好朋友们 如果您还没有来看 花东响叮当 以及我们甘城樱花的好朋友们 别错过了 一年只有一次 我们也希望带来满是亲子乐游 绿油油的草坪 跟我们的樱花还有油桶花 一起盛开的季节 欢迎大家来到甘城樱花公园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绿色草地 粉红色樱花 还有蓝色的小叮当火车 以及随时会从旁边经过的 花东线火车 樱花亭还可以让大家乘凉休去 甘城樱花公园是 乡长游淑珍在108年上任的时候 开始植株打造 去年开始樱花绽放 也成为吉安乡一个适合亲子 共游赏花的好景点 这里会吉安乡报导